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炳浩说 长期计划终于付诸实践 据判断 金正恩暗杀金正南并非因为将其视为危险人物 而是因为金正恩性格偏执 据悉 金正南的原配夫人和一名儿子在北京 第二任夫人和一子一女住在澳门 金涵松是第二任夫人之子 两个家庭都受到中方庇护 李炳浩说 金正南从未申请流亡他国 且朝鲜内部没有他的支持势力 李炳浩还指出 有关部门加大了对投函的朝鲜 驻英国大使馆前公使泰永浩等重要人物的保护力度 对金正南契儿获得北京庇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三回应称 对于金正南契儿是否在澳门不掌握相关情况 关于事件最新进展 请关注博文社报导 最新的设计划 最新进展 请关注博文社报导 最新的设计则 节目 最新的设计划